首先来到的是国拼训练场 女拼主赛李笋正在陪孙以沙练球 第一项训练的内容明显是防守击球 众所周知防守是孙以沙的杀手锏 莎莎的防守有多厉害 问问伊藤就知道了 在莎莎训练场的身后 还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 非洲一哥阿鲁娜 他也在认真的练球中 才刚训练了一会儿 孙以沙就已经汉流霞背了 泪德露出痛苦面具 扶住了膝盖 不过还没休息多久 新一轮的训练又开始了 相比于刚才 李笋的激发速度明显提高了 这样的左右摆速 训练的正是孙以沙的反应和移动能力 别看这波高强度训练还没一分钟 但他却让孙以沙再次累得汪腰伏袭 李笋真不愧是国拼主帅 他左边一球右边一球 动作娴熟 节奏也快 而小魔王的移动和跑位同样精准犀利 一盆球总算打完了 孙以沙再次露出了痛苦面具 还趴到了球桌上休息 中的帮助 连续几波训练下来 顺杀的体力槽已经过半 可以看出他的脚步越来越沉重 机球失误也开始增加 速孔cks 速孔甲 时鱼 卖孔甲 表孔甲 期待 养均冻 镜头一转 王楠出现在了场边 还跟李笋聊了起来 本以为王楠是来解救小魔王的 没想到他却在场边直倒了起来 这还没完 王楠甚至亲自下场直到孙以沙 王楠接过了孙以沙手中的拍子 随后还脱掉了高跟鞋 看样子是要来真的了 王楠顺势跟孙以沙展开对打 在被沙沙强攻一板后 囊姐还摘掉了胸前的牌子 正式解开封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尽管光着脚 但王楠面对摄影山的强拉 丝毫不拒 回球相当从容 王楠这板防守斜线 抽得莎莎措手不及后 自己还得瑟汤汤手 高兴得手无主导 不得不说 楠姐这主动意识真是太强了 虽然退役十多年 但依然保刀不老 被大魔王上课的孙姨沙 也露出了尴尬又不失礼貌的笑容 值得一提的是 秀操作的王楠 还成功吸引到了凌云竹的目光 后者在远端热身时 看得目不转睛 赤脚的王楠 一脸一目笑的指导着孙姨沙 别忘了他还穿着皮带衣 戴着手表呢 但活动起来 却依然那么自如 简直跟武林高手一样 孙姨沙 估计自己也想不到 居然会有被楠姐虐的一天 要知道王楠第一次夺得奥运冠军的时候 莎莎还没出声 一眨眼 孙姨沙已经成为国拼主力 成为世界冠军 当然 小魔王要想向大魔王迈进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